大家好,我是吳仔 今天跟大家討論一些很值得討論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 之前我們要廣播,今天要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說一下香港人 大家想戴口罩戴到什麼時候呢? 之前有人說不要緊,戴到2047也無所謂 省下化妝錢 但有人說不要緊,最重要是看政府 有人說不是看政府的,是看中央 又或者看隔離罰 隔離罰厲害了 昨天日前一早就突然宣布 就說解除這個口罩了 解除這個口罩令 在戶外是不需要配戴口罩了 現在很多人都引起了一個關注 有些專家現在出來說話 戴口罩曬氣啦,戴什麼鬼呀,不要戴啦 覺得香港是不是在這個世界上 唯一一個還需要戴口罩 有口罩令未解除的地方 成為全球最落後的地區呢 那哪位專家說話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那些專家說什麼呢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記得訂閱頻道 會有很多新的資訊帶給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 當時全球在強行防疫 大家覺得戴口罩是理所當然的 但再 vagy abrupt 隨著疫情過去,國家的政策也放寬 大家可以把口罩溫溫留意 看看情況,可有可無 但有人感絕對情論 觀眾說不是一定要戴戴帳對書 我原來不是人愛國那數 必須看來自己戴口罩 你們會透過很多網友 最近有否回到內地呢? 其實內地對口罩是很放寬的 不會強制你,尤其是在街上內地都不戴口罩 你不要以為內地政策跟隨,當然要放寬 如果近期有回到深圳,不要說遠,說深圳 在街上游走一下就能看到 在街上,石屎餐廳 香港人是很獨特的,你一看得到,知道哪些是香港人 真的分得出的,為什麼呢? 一埋餐廳,然後坐在桌上,有一群人 是沒有那麼快脫口罩的 通常那群都是香港人 習慣了 在香港,你試一下飲品味道,食物味道,脫下口罩 在內地是罰錢的 根本就算你不戴口罩下街去超市 或者便利店買東西 都沒有人理會你 街上有一半人都沒有戴口罩 人家歧視你,你戴著口罩 說真的,一會跟你說親身經歷 有人就覺得 趁著澳門,突然好像 速度比香港快,整天都看著你香港離息 澳門在昨天宣佈了在戶外 不需要戴口罩 現在就這件事有香港的媒體 都說收到封 就說香港政府最快會在3月上旬 調整這個口罩令 不排除 一拼取消戶外和室內的口罩令 就這件事有很多學者出來說 他們覺得你逐不撤銷就落後於人 香港 Hello,香港 現在香港政府在做這些事 人家都不戴口罩,你來到香港又要你戴口罩 那時候你怎樣Hello,香港 有人就覺得 怎樣可以看到我們香港人親切的笑容 全部都戴著口罩 現在這麼遲 有一位專家 薛達 是不是 哪個 袁國勇那個 徒弟 之前有媒體就說 他出來說話 他就說 喂 香港 口罩令又未解除 成為全球最落後的地區 那你怎樣吸引到人來呢 是不是 我們首先現在看澳門 他們公佈了些什麼 我們政府又會不會在這個位置上借鏡 未來 他的口罩令在這個方向跟隨呢 澳門在昨天宣佈 不需要 不再強制在室外地方 香港配搭口罩 計這個疫苗通行證解除禁聚令 甚至乎 叫隔離令的 香港 看到就說依然 除罩無期的 你看到 香港方面很多東西都取消 唯獨是口罩還沒取消 成為全球最後一個 在公共地方 需要強制戴口罩的地區 成為 防疫孤獨 報紙這樣寫 所以有些人說 我們要看內地 不要靜 你真的回到內地 我可以看得到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內地的人 有些很多都不戴口罩 為什麼呢 我是親身經理 話說 有一次 早幾天 在 內地某條街 有一些知名的餐廳 在排隊 等叫號 排隊等餐廳 等桌 去拿票 拿完票後 周圍有很多人等 旁邊有個年輕人 媽媽店的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 很小聲 為什麼這幾個人 還戴著口罩 問他媽媽 大哥 你聽到耳朵了 不是 應該要戴口罩嗎 在我們香港人的角度 戴口罩 補命 然後媽媽說 戴不戴 有你 有別人 別管那麼多人的事 在內地當然有人戴口罩 也有人戴口罩 但在小朋友的角度 都這樣問 小朋友是天真的 他說的話 純潔無暇 都不玩了 你為什麼還要戴口罩 那麼奇怪 你真是被人笑 你真是死不死 當然 如果你在內地 看過一些現象 很清楚 我試過 去一間餐廳吃飯 香港人很簡單 入座 然後 不能脫下口罩 先搓手 或者 聊聊天 然後點餐 有水來 或者有飲料 才可以脫下口罩 但你環顧四周 你很怪的 真的是怪人 餐廳 有沒有東西在上面 每個人都不戴口罩 入到餐廳 誰戴口罩 唯獨是 好像我們習慣了 政府說不行 罰錢 五千 很乖 你整件事都被人的感覺 這麼奇特 你這麼高度設防 是不是你有病啊 大哥 所以可以透露到 在這件事上 香港人 或者香港這個地方 你現在很特別 成為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連內地 很多內地人都覺得 不用那麼嚴 有些都不知道 有些人在香港玩 有什麼防疫限制 就告訴他們 你的口罩令是繼續的 你不可以隨便拉下口罩 你餐廳的東西 食物味道 未有飲料 你坐下 你不要打算拉下口罩 不要脫口罩 被人罰 怎麼這麼嚴 什麼這麼嚴的嗎 很多都是 很多都不知道 所以 現在這個口罩令 你看到隔離浮 澳門 都叫做取消 不強制 很多專家 都建議 趁這個時候 就建議政府 不如取消了它 有專家就指出 現在戴著口罩對防新冠的作用很低 全民戴口罩會令到其他呼吸道疾病 並非可持續施展 有立法會議員更加狠批 港府這個 強制口罩令令到很多學童上癮 哇 真是誇張 戴口罩戴上癮 不要說學童 香港人都戴口罩上癮 其實你會有恐懼 你如果搭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人多擠迫的地方 你現在 如果你發現旁邊沒有 即是人不戴口罩 你或多或少 你都會有 心理上的擔憂 是不是 我在內地的 廣州逛街 撐你個廢 周圍的人 除了車來車往之外 有些人不戴口罩 吃飲、吃 餐廳 每個人都不戴口罩 是不是 你唯獨是你戴口罩 有人戴 我不是說沒有人戴 但是 感覺上 你戴口罩戴口罩 你為什麼那麼害怕 每個人都沒事 人家都不害怕 人家確診了 當然不害怕 現在國家都說 簡直是流感 經過 感染人數 即是感染人數 所以 有人覺得 有政府 官員 覺得 立法會議員 覺得政府 那邊 不斷 以防流感 防控煙 這些理由 推銷口罩令 罔顧市民逆後的健康 這是另一個要點 當然 我們看看澳門的 措施 如何改變 他就說 調整所有戴口罩的措施 一般情況 在室外逗留的人士 都不需要戴口罩 但是如果 這個醫療機構 長者康復院寫的人士 公共交通工具 除了的士 除了的士 都要繼續戴口罩 而其他室內的 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交通工具 由主管實際 根據疫情 當時疫情的情況 自行評估 需不需要戴口罩 三歲以下的嬰兒 進入任何場所 都可以不需要戴口罩 當然 有比較有傷害 你見到現在政府 前都叫延長 這個口罩令到3月8日 這位教授 香港微生 學系 臨床助理教授 涉達 在社交媒體上 指出 他說 香港新冠病毒已經有高度混合免疫 口罩的作用很低 而且對於其他呼吸道的病毒 傳聞口罩令 並非是可以持續的措施 再加上 回暖 呼吸道感染比較難傳播 他認為 不應該再推行全港性的口罩令 他說除了醫療機構 所有公共場所都應該 有得市民自行選擇 戴不戴口罩 這個他的建議 反過來 就算現在 和你講政府全民脫罩 我都覺得 不會每個香港人立即脫罩 口罩 沒有 大家都會繼續 有些可能怕 戴口罩 有些都是 我沒事了 我想呼吸新鮮空氣 等同你之前 政府的防疫政策 那種看法 現在都越來越管 國家 將那個風險 Risk 交給市民 自己去 去取 是不是 戴不戴口罩 你現在這個情況 為什麼 不拿回去 給市民做自營的決定 你很老實 你又沒有報數了 這些數字也不多說了 大家都結束了 為什麼 政府也好 你見到 專家也好 甚至大家都會覺得 為什麼你還要繼續 強制人家戴口罩呢 你打算宣揚 刺激好經濟 波叔也說 財赤也說嚴重 外商來到香港 還要戴口罩 糟糕了 我沒有買 你不是打算叫人家戴口罩 刺激消費 做這些事 不是的 這個世界 你看看其他有競爭 和香港有競爭的地區和國家 都紛紛都已經撤銷這些口罩 所以 專家 薛達 他自己都覺得 你這樣搞法 你是不是全球最落後的地方 這件事也是 之前你說 用慢慢一步一驚心 或者 摸石頭過河 或者 一步一腳印 什麼都好 不同的說法 都沒有問題 這個 一步一步來的 這種防疫方式 放寬防疫方式 我們表示理解 反過來 好像剛才我這樣說 你這一下 突然叫人家不戴口罩 你放得很寬也好 大家都不會不戴 戴慣了 好像有立法會議員這樣說 你現在戴上癮 現在你隨時令到學童帶上癮 江玉歡 他自己指出 他說 看到澳門政府解除 兒童在學校戴口罩的規定 他說 很開心 為什麼要替人家開心 他說 他收到家長的投訴 指出 那些子女 戴口罩好像上癮 充足電 不戴就不方便 不戴就好像穿了一件衣服 有學童連在學校做運動都不敢脫口罩 看到有同學脫口罩 立即被人指著來罵 這些東西 不健康 真的 除了你戴口罩做運動 已經是不健康之外 口罩本身不應該長戴 我們都說過 專家也有說過 是不是 專家都說了 他說 你現在還不戴 你現在還不脫口罩的時候 你人的免疫力是會弱了很多 是不是 就算孔凡藝 都說到 政府可以考慮在三月頭就放寬這個戶外口罩令 四月就放寬室內口罩令 你說入醫院入診所那些 你說入醫院入診所我覺得你要戴都ok的 因為你始終個個都是病人集中地 細菌自然比較多 人在這三年長時間戴了那麼多口罩 我自己覺得 那個 抗體一定是比較弱 就算成年人都這樣說 我猜有些人這樣說 但我自己也覺得是 這個絕對是 不用猜 你一脫口罩 多了人雙風級流鼻水 一定是會有的 只不過可能政府擔心 因為現在還要流感高峰期 開始轉回暖 病毒沒有那麼流行 這個時候除罩 有可能 令到人的感染率 就低一點 即是說流感 不是Omicron 感染率低一點 這個又不會對醫療負擔那麼重 如果你政府用這個說法 我覺得 上可接受 但是現在的專家就覺得 你還不放呢 你真是 起步何止大脫腳 漏閘不出閘 Meet free 都可以了 所以 江玉歡有他的看法 也有青少年的科學系教授 劉宇龍 他說 香港其實都適合放寬在口罩令 他說首先應該一趴一趴來 戶外先 公共交通工具等等這些地方 你就多看一個兩個星期 沒什麼所謂 你就一趴一趴來 何況就算你取消了 都會繼續戴 很多人會繼續戴 只不過 這件事就交給人去決定 交給市民去決定 我覺得這個做法會好很多 是不是 起碼 你不會令到學生 小孩子一出生 或者一回到學校 這三年 可能他三年前 剛剛開始入幼稚園 然後這三年 斷斷續續的上學 不是要戴口罩嗎 他的認識就是 可能一貫輸他 全部一定要天天出家要戴口罩 因為他媽叫他戴 是不是 他不知道什麼事 原來出家要戴口罩 等同你穿鞋要穿襪 道理在這裏 我們要灌輸一些正確的知識 告訴你 何時要戴口罩 那時候 我都說 雙方咳嗽 叫你戴口罩 你都不戴 牽牽牽牽 只不過有些人說 在SARS 03SARS之後 開始人的健康意識好了 真的有些雙方咳嗽 或者你去 診所 醫務所 看醫生的時候 你都會戴口罩 如果厲害的話 怕惹到人 但是 在這個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戴慣了 但是 環球 在這個世界上 真的沒有什麼地區 甚至乎國家 都不需要 再強迫你要戴口罩 你可以看一下 澳門就2月27號 解除了 台灣 在12月1號上年 解除了室內口罩令 南韓不用說了 9月 泰國7月 去年 日本有5月 去年5月 新加坡 在1年前 差不多1年前 內地 沒有一個相關的口罩令 法律 只是建議你 所以 有人在 所謂的解釋 要跟隨內地 不用跟隨 你跟隨內地 內地是一向都沒有 一向都沒有 好多人 真的 問 香港人其實是不是很 有這樣的說法 香港人其實很頑皮的 不戴口罩 然後我說 這個觀點 你是錯 我說香港有口罩令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口罩令 你不戴口罩是犯法的 是嗎 很多內地人不知道 真的 跟他們說回 什麼是嗎 你連餐廳吃飯 拉下口罩 那一刻他們都不知道 他以為吹水 我說你自己上網看新聞 真的有的 所以 相比來說 香港是極度 在這方面極度嚴謹的 既然那麼嚴謹 也是時候要取消 跟隨時代的步伐 跟隨時代的步伐 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覺得 現在有報導指出 政府 最快在3月上場就取消 這些叫做口罩令 如果是真的時候 大家有習慣嗎 你又會不會繼續戴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探討一下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